141 現在我們這個白瓜子呢 這個白瓜子 並不是南瓜子 都是我們的冬瓜子 冬瓜子 冬瓜子 你也可以說是 冬瓜人 在千辛芳裡面 孫思苗 我們在研究 傷寒冬瓜的時候會發現到 有些中間的處方散掉 比如說很有連貫性的 當中你非常的細膩 你會發現到非常多細膩 如果病人再發生在這個地方 剛好這兩個字中間沒有那個處方 這時候我就會補個處方進去 那補個處方進去的話 可能是當中你當時有條片放在裡面 因為漢朝到現在太久了 徒弟太多了 走走路摔倒啊 或者摔傷了 漏掉 或者是遺失掉 或者是火災 或者是人為的 那我就補一些方子進去 補他的傷害金貴的不足 那我中間補了一個方子 就是我們的偽禁湯 那偽禁湯就有冬瓜人在裡面 這個偽禁湯是千金瑶芳裡面來的 那個 我就是拿明衣寫的東西把它補進去 以後介紹金貴的時候 回去跟這位講 那這冬瓜人 我們是露 露肺的 露肺的 止咳露肺的 能夠去痰 那令人悅者好顏色 也沒有毒蛙肝寒 能夠 你看蟹寒熱 能夠胃肝 小便 消水種 現在 您只要記得 現在我們藥物通通是用冬瓜 冬瓜人 這個藥很好用 平常我們用的時候 兩錢三錢都沒有關係 兩錢三錢 那因為他胃肝寒 所以我們遇到熱家的熱病 熱症的咳嗽的時候 肺炎的時候我再用了 肺炎 因為中間插了一個 插了一段 所以我後來我們補進去 這知道肺炎的時候 會用到 咳嗽的時候 龍痰啊 嘴巴兆咳 甚至咳嗽帶血 我們都會用 冬瓜人 因為它是乾含的藥 所以我們要進去做 咳嗽聲 了 感谢观看